李董哲正正前 中华官政府李孙王磊 基盤模範李董標榮華東 總共455月模範李董在到這項輸贏 今年除了辦法中正 困臨在中學主以外 更安排參考華東 幾位學主參觀中华官各地觀光工場 更結合DIY的體驗 讓金仔了解和鄉文化和在地產業 讓金仔貴一個不一樣的李董哲 今年幾度李董哲第一位來講 中华官政府李孙王磊 基盤模範李董的班長標榮登里 總共452位模範李董 亦已招待接受官長王妃美的班長 官長王妃美表示 希望中华女兒可以將 平常是累積的地勢 受用和能力 運用在累積的角落 在四海時協助關懷需要幫助的人 也希望照到今天的標榮 來困臨這項小朋友 當然每個孩子背後都有他 自己努力用心的一個地方 我在這邊恭喜我們所有受標榮的孩子們 都是因為在學校得志體群美 各方面表現非常極優 才能夠獲得班級的一個模範兒童 我們會期許給孩子們多元展才 讓孩子們能夠有更好的一個表現 讓他們快樂學習快樂成長 這次在這條標榮的四百個的立委模範李董 讓他們有特地困臨和學習的地方 這條標榮的經驗 也讓我們感謝老師的鼓勵和同學們的肯定 我在校熱心教導同學功課 親切有禮貌 也積極參與校內的比賽與活動 今後我會更加勤學 帶著這份榮譽幫助更多的人 我十分榮幸可以當選模範兒童 這都要感謝同學們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可以站上縣政府的舞台銀獎 也要感謝最六年來每一位老師的教導 還有最重要的家人和朋友 在背後默默支持我 做我最強的靠山讓我茁壯成長 國有出幾次 今年總共有四百五十二歲的小朋友 在這條模範李董的音樂 除了班長標榮音波 也將安排指定小朋友去參觀館內的觀光工場 可已經更了解家鄉的文化和在地生涯 多謝新聞 中施略 中華 蔡宏寶德